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瑜现在的最新民调 那这个是苹果所做的 如果说韩国瑜购买7200%的豪宅 有没有影响到他的庶民形象呢 46.3%认为庶民形象破灭 其中30到39影响度高达五成 五成一又认为有影响 而40到49更高有54.5%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他们正在经历 就是说我到底有没有办法工作几年之后 买到一栋房子 你不要说什么啦 7200万太高了 720万你可能都要考虑 但是没有影响的还是有39.8% 那么对于是不是因为豪宅而改变支持度 这倒是蛮有趣的 77.7%是认为不会改变 但不会改变有两种 一个本来就不会投给他 一种本来就会投给他 也不会又影响了 那到底对于韩国瑜跟蔡英文之间 彼此的支持度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报道 那我们再给你个女生镜头一下好吗 谁说飞弹大炮不能女生来做 2016年总统上任 大量招募中科院科学家 帮50岁的老单位注入一股新火水 今年中科院的预算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虽然外面对中科院有些闲言闲语 不少失败主义不断地唱赞中科院的研发 怎样 但是这些都没有动摇 我对我们中科院的支持和信心 中科院可以前进总统的连任选举民调 也不能让韩国瑜追上 尽管亲民党宋楚瑜还在想何时宣布参战 但根据苹果日报最新民调 蔡英文拿下41.2% 韩国瑜25.6% 宋楚瑜一旦宣布可拿下8.4% 总统跟韩国瑜之间不止总统领先 还跟韩国瑜拉开15.6%的差距 撒喀都也不影响当前局势 老话一句 但原本韩国瑜稍有起色的民调 因为豪宅案再度受创 同一份民调46% 民众认为韩国瑜庶民包装破功 韩国瑜市长在有些事情上面 确实没有很清楚地回应 这个人民对他 或者设计对他的质疑 那我也希望他能够尽快地理清这些 选举倒数 话要进入五字头 民调数字也许起伏 PK人数可能加以减一 但比谁出错少 谁的赢面就大 却是不变定律 三天新闻 邮家伟 陈家伟同一报导 确实半数的民众认为 韩国瑜的庶民形象是破功了 但对韩国瑜来说 从昨天之前 我们都还在讨论内湖南港 没有想到 昨天叶元芝自己在 友台的政论节目上面 他又讲了 就是韩国瑜在内湖的房子之前 其实还有板桥的房子 所以对于韩国瑜来讲 他其实跟夫人李嘉芬 算是理财有道 可以不断地换房子 那么到底为什么会换呢 那么当时 他的发言人 议员芝是怎么说的 我们带你来听 就是想要在北部 也有一间房子 这样买一间就好 为什么买好多间 所以很久以前有板桥 然后后来板桥卖掉 去买内湖 是吗 对对对 然后内湖后来觉得说 因为离捷云站比较远 所以在考虑去买个 预售屋南港 然后刚好这就是一间 就是自己要住的 对那这也是 这也没有什么 这他的说法 就是他们很早 就来板桥买一间 然后买了之后发觉 觉得好像离台北市 在比较远 就把他卖掉了 后来在内湖买一间 内湖买一间 那内湖离捷云站比较远 所以看到南港有新的建案 有捷云案 所以有个梦 对有捷云就想要买南港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要自己住的 那现在大家一直讲说 好像他们是房屋大户一样 每每笑成地址 他后来真的是 省私警又付了1800 最后还赔200多 而且就我所知 他内湖那个房子也赔钱 然后所以 内湖房子是在涨价中的 你这样讲的不合理 这些地方 我跟你讲 这个共同特色 我只有一个 我的外行人的内行观察 这些地方就是涨价的地方 如果对台北市房地下 了解的事情是 在2011年到2011年的时候 我还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们要常常去 附近的电视台 我们还看到 内湖出现100万一坪的房子 有没有印象 所以突然之间 这个原汁跟我说 他是亏钱卖出来 我真的很想 来匹庞节是亏多少 让我们看一下 到底是亏多少 板桥是亏多少 因为时间不对 如果今天他这些房子 都是亏钱 亏钱的话 那你干嘛要去 这样转来转去 你就亏一次 住着就好了 有谁住房子 有这么人在搞的吗 好换房子不是不可以 很多人也会小换大 或者是会有一些打算 只是说都换在一些 大家觉得房价不断在涨的地方 那就厉害了 我们来看一下 板桥内湖南港 韩国瑜豪宅与他的产地们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熟 如果有看哈利波的电影 就知道这些产地 我们来看一看在哪里 首先是板桥 然后换到了内湖 再换到了南港 我们来看看资深媒体人 曾伟珍的脸书怎么说呢 他说韩国瑜在板桥好的时候有板桥宅 在内湖帐的时候有内湖宅 然后最后买去7200万的南港宅 这些完全都是大台北房屋炒作的痕迹 哪有人自住会彼此搬得这么远 来我先问一下仁俊 身为这个爸爸 在台北居真的大不易 其实你们好像就没有搬到台北来住 是不是 我听到昨天 昨天我在现场 对对对 我听到板桥的时候 我有点愣住 我想说板桥哪里 我后来听到四个字叫新板特区 哇那里好贵喔 我娘家在板桥 你知道那里有多贵吗 我们是买不起 我们家刚好也在那房间 我要结婚的时候买不起 因为我们那是四十几年的房子 就在那个地方这样子 所以我其实觉得 就是每个人当然有买房的权利 人民有居住跟迁徙的自由 这绝对没有问题 那现在只是在于说 韩正营为什么现在又自己去讲到这么细 说板桥 然后这个内湖 然后到南港 那我听到一个说法是说他们正宜有在评估讲说 接下来是不是现在打完了这个南港的房子之外呢 是不是下一个要打板桥了 是不是下一个要打阿里了 所以干脆自己就先讲 五颗核弹 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子 其实我老实讲就是说民众对于他有没有拥有房产 你只要是自己合法花钱买的 这绝对不会有问题 我现在讲的就是说你自己花的这个钱 就是我不去讨论他的这个买房的概念 因为有人质疑讲说你既然是自住 怎么会把内湖已经住好好的房子 先卖掉然后去找一个预售屋 而且是好几年之后才交屋的 现在反而变成是说你看我持有这个房子好几年 但那个房子都还在盖的过程当中 那这几年你住哪里 我都不要再去细讨论这一些 而是就是说现在对于这件事情其实就很简单 你只要讲清楚 就是说这个房子 你们就是家里面觉得说我有需要我就买了 那你到底怎么买的 外界对这个东西有好奇的部分 你把它说明清楚就好 我不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这一段时间最大的状况其实是 他们每一个人出来讲的东西都不一样 就是你如果真的是自己买了 我昨天才跟袁之兄讲 我说真的我不要苛责你 为什么 那房第一个也不是你买的 第二个也不是你住的 你一天到晚在解释说你的老板讲错了讲口误 韩国瑜那天讲说我要贷款去买房子 因为袁之隔天跳出来讲 不是不是不是贷款 这是他自己是付了这个钱 因为房子没有过户 所以不能够有贷款 屋主拥有人都搞不清楚 拥有人讲的都还被你推翻了 那到底听谁的 所以我觉得这整件事情 当然他后面有牵扯到 后面比如说台肥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台肥应该要讲清楚 因为他要讲清楚 其实不是对我们讲清楚 我其实觉得这整件事情 第一个想要了解发生什么事 应该叫马英九 第二个应该叫吴敦义 因为一个是当时在打房时候的总统 一个是当时在打房时候的行政院院长 你们两个东西是把大家说 民众的居住正义 我们要把这个房价给拉下来 结果有一个台肥跳出来讲说 其实不是我跟你讲 在当时的时空背景 有一种东西叫做通案 意思是什么 我用台肥的说法 只要跟我台肥买房子的 有需要的来找我 我都可以给他这个两层 跟台肥买房子 送房贷 不用担心嘛 政府打房 他可能还不算是房贷 因为他不是跟银行贷款 你知道你要讲贷款 然后台肥就出事了 因为他不是银行 他不能拿这个钱出 所以只要塑底下可以这样赚 但我的意思是说 当当时的这一些人 现在马总统也还在嘛 对不对 那吴敦义还是国民党的党主席嘛 居然对这件事情没有回应 他们都不会讲说 奇怪 当初是我在外面说到这样 原来你们核框还是可以冲击 我都讲 我就只问两个问题嘛 第一个 吴敦义跟马英九当时知不知道 台肥用这种方式 在处理他们口中的那个豪宅 第二个是 如果他们不知道 他们是不是被蒙蔽 如果他们知道 是不是在包庇 是 就是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对民众来讲 韩国瑜买那个房子 说真的 你只是说拿了这个钱 那这个钱到底是怎么来的 你讲清楚 台肥讲清楚就好了 可是我就说说 当你现在把这些东西 一直这样子 一直摊开 一直摊开来的时候 变成是韩国瑜 本身不讲话了 对 李嘉峰被问到的时候 不讲话了 旁边还有人讲说 这个问题去问韩市长这样子 那就很奇怪了 就说大家所想知道的 就算你买房子 真的真的碎到这样 说你像阿伯都是了解 也没错 我好歹想说 我如果国家交在你们的手上 你们这种投资法或买房法 我也会怕你知道吗 怎么看都 买都买在高点 是 卖都卖在低点 是 这也很可怕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就是 你对大家的东西 那这样子 怎么告诉我们 你要救经济要发大财 因为你永远都投资失当的一个人 然后你理财这么差 然后你跟我讲说国家交在你手上会发大财 我也不是 而且他们还讲说云林很重要 云林不能被人家看不起 就发现他们有钱的人 就云林他们不愿意买太多房子 宁可把钱拿到台北来买房子 你到处去买房子 就你自己从外面去买了 那我还是这样强调 就是说民众当然有居住跟牵血自由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你当然有买房的权利 只要你是合法的这个状态之下 所以对于大家好奇的 就是你后面的这一段 说为什么本来不应该拿到这笔两成的贷款 台肥会用这个方式 我觉得台肥要讲究 台肥现在都点点 我觉得这也不对 是 你让大家这样去揣测 对任何人都不公平 现在扯到什么 什么帮忙开协调为了议员 好像也被弄的就是你们去施压 昨天我跟庄瑞雄 还有这个王世坚 他们两个都在讲说 说真的议员又困 困得大得这样 我才不相信 他们都不相信国营事业 就因为议员的部分就可以去 那这些其实这个事件一直吵吵 对大家来讲都是个伤害 所以我今天回来看 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会好奇 跟想要知道韩国瑜的这些细节 因为他选的东西叫做总统 你不能一推二五六讲说 我现在正常的事情 你都不要给我管 你不要给我检视 这个我都都不要管 你只要看我的未来 这个也很奇怪 所以现在我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讲 第一个我其实就讲 当韩国瑜面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国民党的人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 是说他说一句 我们改遍一句 他说一句我们改遍一句 这不是一个处理的方式 因为你的总统参选人 现在被困在这个事件上面 第一个 自己的阵营讲话反反复复 这个反反复复 还有自己参选人本身讲话反反复复 还有发言人讲话反反复复复 还有发言人回来纠正 参选人跟其他发言人说不对 都说不对 我说的这么对 没有人知道你们到底在干嘛 党的角色在这里面 完完全全淡化到最极致的地方 那这个选战就成为什么 韩国瑜一个人的野台戏 一个人说什么要唱什么 全部没人知道 所有人都只有在干嘛 你知道当这个主角上场之后 主角唱了一句 旁边的就跟着附和一句 主角唱了一句 就附和一句 如果这是打选战的方式 我认为国民党创下了一个新的传统 也做了一个新的方法 但问题是 民众能不能接受这种状况 我觉得这才是未来 其实选举的时候可以验证的 好 人就讲得非常好 就是说对于一个总统候选人 我们当然不是说 要他把他真的有多少身家 你都通通吐出来 然后你买房子是不对的 而是在马英九 吴敦义 一个当总统 一个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马政府在打房 而韩国瑜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有用别的方法 可以这样子 就是把那两成的贷款 他可以借得到 这他才想知道 这是不是你做事的手法 那以后是不是有可能呢 你就可以 这个政策是一回事 可是在你国民党执政之下 你就是有办法 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呢 你就有关系了 我们来看一下昨天 有关系人是谁 高美兰 他因为被点名了 所以他在高雄市议会的背询 他就请假了 而且就说 昨天不会来 今天也不会来 然后再来就是台肥当时的 董事长李富星 那么李富星在2014到2015的 三次协调会当中 台肥急转弯借出了13亿 在2015年 寒娇屋出售南港第一豪宅的时候 他跟吴敦义的关系是什么 真的是党庄是不是也都突然间觉得没有角色了 对吴敦义来讲 他也觉得很尴尬 对不对 他是行政院院长 东豪哥你怎么看 这个事情千万对国民党不能节外甚至 也就是说李富星 因为当时台肥董事长 可是今天大家在 其实有好几个朋友 现在最近忙的是什么 在查从2011年一直到2018年台肥的财报 连这几年的都查 在看他的财报跟年报里面 一直拼命想要找到什么 那一条13亿到底是贷款 是借款 到底吴霜这个豪宅案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这里面呈现了几个 像雷雷委员是会计师 因为会计师这时候要怎么签证 这个会是一个很严肃的部分 也就是说台肥必须要把他的基本 这里面我们先不讲有没有法律问题 会计师有一个责任的义务 要善尽他这个善良管理的责任 让这些资讯客观而平时的揭露出来 因为台肥是一家上市公司 对 然后再过来我们再来看说台肥做这件事情 在政策转变之下 他有没有按照正常程序去做承报和额准 好 其次才是看到说 好 那韩国瑜韩市长 作为一个消费者买到一个这样的房子 他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好 那这整件事情到目前为止 我换另外一个角度讲 就是因为叶元芝已经先讲了板桥 是 我直接敢帮他讲一句话 板桥这个房子就算赚到钱也没问题 因为板桥这种房子它持有很多年 然后而且是有住的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他还把家里的长辈有接来一起住 我那么讲韩国瑜有很多兄弟姐妹 所以他们的母亲是大家人流奉务 人流照顾 对 所以你如果说因为他在板桥运气好 买到一个房子涨价了赚到钱 可是他其实是有家人同住的状象 这个时候如果去讲板桥有什么状况 就苛责了 那内湖的状况我不是那么清楚 因为我所听到的呢 板桥内湖到南港 最后南港我先不讲 前面两个有赚有赔 有的时候赚有的时候赔 所以他不一定 那关键还是回到南港 因为他是总统候选人 你知道财产是每一任的总统候选人的必考题 我们甚至说他是个基本测验 测验不是在看你赚钱赔钱 看见是你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还有你如果他被质疑的时候 你的危机处理好不好 对 好 这次我要亏他一下 因为刚才有那个产地 对 国瑜豪宅与他们的产地 对对对 你现在看的是电视剧 我看电视剧 你电视剧 我们与 因为我今天最 总好的vivo很明显输给厨阳 对对对 因为我今天最喜欢是我们与岳的距离 是 那我的重点其实不在这个 我们与7200万的距离 我的重点还不在那个 在下面那两个字 290万车位两个 对 为什么 也就是说 因为我自己工作也30年 我也换屋 是 买一间换一间 买一间换一间 我要怎么样可以换到第三次的时候 可以买两个290万的车位 这是成功人士 对 能够买290万车位 我先不要讲房子本身 买两个车位 这绝对是社会上的成功人士 这种成功人士我要学习啊 可是我后来我学不到 有点酸 我学不来 我做不到 所以我对我老婆是很亏欠 对 我不能给你一个拥有290万车位的房子 跟建商借了 借了还不够 问题是我借了还不够 好不好 就算我买房子可以买到 有建商愿意借我钱 我发现我还是做不到 我真的蛮惭愧的 那对韩国瑜韩市长 其实回过来还是一件事情 我不怀疑说他们到底有没有财力 就算他是在没有工作的时候 去买了这个房子 但是因为你要选总统 你需要的是大家对你的一个信任 前面我们讲到那个民调里面 有一个很关键的数字 大概有十几%的人还没有决定 是 他必须 他为什么一直认为说 他应该站出来讲 像今天没有行程 记者是问不到的 对 而且被赌麦也不是一个好方法 有被质疑的时候 赌麦绝对是一个很不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是学侯友宜 学侯友宜 学侯友宜把所有资料 找一面墙贴出来 贴出来告诉你 我是怎么买这个房子 怎么签这个约的 后来遇到政策的时候 我是怎么去找人帮忙的 然后最后怎么解决的 前面板桥内湖到南港 我是怎么买怎么卖 哪一间赚哪一间赔 就是我很开诚不公 我很坦荡荡地面对大家 对 这样子有助于韩国瑜怎样 争取那些未表派的人 你这时候要做的事情 不到60天了 就是要努力争取未表派的人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所以他处理得好 他虽然是过关 有机会 侯友宜用过 是 蔡英文也用过 蔡英文当年2015年的时候 也是来导播带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表 我一直不断地拿出来 是因为我希望韩正英有看到了 可以学习一下 就是这样一个表列出来 告诉我们你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然后到底投机款是怎么样 自备款是怎么样 最后到底有没有跟台肥贷款 因为现实里面 有没有跟台肥贷款 对 因为我们都不清楚 我都不知道 到底有还是没有 这个会影响他一般的人 对他的信任 是 尤其是什么 那些未表态的人 你应该是努力增加 未表态的人对你的信任感 但是 也没有行程 也没有记者会 你什么都不讲 你都透过业言之 透过其他人帮你讲 别人帮你讲 那个信任感会差很多 好 罗伟委员 我想先让你回应的原因 是因为就像刚刚都豪哥说的 你是这个资深的会计师 你一定知道在这个案子当中 现在最重要的是当事人 可是现在不只是连当事人都不见了 韩国瑜今天没有行程 连高美兰昨天就开始请假 今天也不出来 你怎么来看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真的没有必要回应的地方吗 因为像刚刚人均问的很好 当时马英九打房 那么因为打房的关系 所以才会出现这个所谓两成 这个必须要让台肥来做解释的部分 你怎么来看 那个韩国瑜买南港这个房子 是在马英九打房之前就买了 对 他是打房之前买的 并不是打房之后买的 所以你说那个马英九他突然宣布打房 他为了居住正义 可是对于之前买房子的这些人 他应该也没有什么影响 我要讲是这样 大家都在对南港这个房子 就对两个点来看 就说 哎呀你韩国瑜 你有钱7200万去买房子 还可以买290万的车位 所以你不是庶民 你不是庶民总统 第二个就说 韩国瑜有没有去施压 他有没有到台北去施压吗 那他这个台北有没有借他两层的那个贷款 我们要讲 就庶民总统 庶民总统不见得要没钱 没钱在叫庶民总统吗 蔡英文也很有钱啊 蔡英文也是庶民总统 蔡英文没有说他是庶民总统 那蔡英文是不是庶 对于蔡英文有讲 蔡英文是庶民总统吗 他有没有讲 韩国瑜之前没有人用庶民两个 他有没有讲嘛 那可是他是不是庶民总统 庶民总统说我要做庶民总统 不是说我没有钱 我没有钱才叫庶民总统嘛 我这些应该是这样区别 包括你看蔡英文也有钱啊 他可以去内府买15笔土地啊 后来赚了1.8亿啊 那这个怎么讲呢 我是认为说 只要是你的钱来源是合华的 你没有用一些什么不易之财啊 你是适当的理财 尤其是韩国瑜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他是一介平民 他根本什么职务都没有 什么工资都没有 包括他的太太 所以他的财产也不需要申报 也不需要受检验嘛 那所以说你今天你除非你有办法证明说 他这个钱是来源不明 他是用什么奇奇怪怪的方法去赚来的钱去买的 那你才去执意说 你怎么可以买这个房子 那至于说庶民总统 你看看川普也很有钱啊 那川普也可以当庶民总统啊 他只要是说我做了政策 我是苦民所苦 解民所苦 那都可以叫庶民总统 包括蔡英文也可以叫庶民总统 因为他假如有跟人民站在一起 都叫庶民总统 所以庶民总统不是用有没有钱来衡量的 第二个 你说他有没有到台北去施压 那你要拿出证据啊 你要举证说他跟谁施压 他叫谁施压 他用什么方式施压 你不能够随便引试说 哎呀他找了两个议员去施压 我请问你议员有那么大的忍耐吗 你议员去施压 台北就甩你吗 就离你吗 而且又扯太远了 扯说什么又跟又跟什么 李富星又跟什么 吴敦毅是什么很好的关系啊 扯太远了啦 那看在老百姓的眼里 会很压借的啦 那我们今天要看台北 可不可以借这个两层 其实台北他不是借款 他没有借钱啊 什么叫借款 借款是说把钱拿出来 交给韩国一次来借款 是贷款 他是怎样 他这种也不叫贷款 营收 这种要叫做什么 就是说本来你要付我两成的钱 可是因为有困难嘛 那困难以后大家来协商嘛 因为协商所以 所以台北来讲 所以是借务协商喔 台北应该是在要运收账款 台北的购账 应收账款里面 应该是购在运收账款 那变成是以后台北盖的房子 我们都可以这样吗 我也很想 那如果我想知道我很可以 那看你台北 看我们本事 所以我就没本事 我不可以 是这个意思 因为当初去跟台北成情的人 不是只有韩国一个人 九户 六户 也不是只有那个六户 那时候很多人嘛 所以他变成通案嘛 那时候几乎写出那信案 给台北了 有七八十人 大家都写给台北 因为你政府政策改了嘛 所以到底为什么银行 其实照讲是银行要 不能缩习既往 照讲银行是要这个七成要带 因为你那个 马英九他们打黄 那可是以前的案子的话 是应该要照借 所以为什么他这个案子 会出现说银行借不出来这两成 这个我们还要详细去了解 那我要讲说 那台北他只是说 因为有这些困难 这些人两成拿不出来 那拿不到怎么办嘛 大家上法院去打官司嘛 那打官司 劳民伤财 而且又要请律师 又要花钱 那倒不如大家协商嘛 那因为台北他有第二顺位抵押嘛 就是说我要跟你台北 那这两成的那个 等于说我应该付给你台北的钱 我们分期付款来付嘛 那台北有些说给二十年 听说也有些人十年啦 有一期二十三种嘛 就看看那个每个人的需要嘛 因为等于说后来就台北个别 跟每一个买房子的人 大家去讨嘛 有人十年 有人十五年 有人二十年嘛 就是互相互相谈美 对罗委员 你觉得一手嘛 英九打他 一手国营企业底下可以这样做 那这个如果 以后国民党执政是不是 可以这样 主持人你讲这个就比较 包括现在假如说 假如说啦 是蔡英文执政啦 那台北他判到这种情形 有八十几个住户 他现在讲不死亚了 他现在这样子如果有一个 对不对不对 数字都错了 不是这样子 不是啊 我们要讲正确的 我们要讲正确的 来递 我把客观谈谈讲完 你再来评价啦 第一个 第一个 我对于任何人去买任何房子 没有意见 那是他的权利 那公职人员 财源 清楚就好了 韩国瑜的问题有三个 第一个 太假了啦 装穷 我从来 我不喜欢用什么接地器或树名 因为树名 你如果仔细回想 我们台湾以前没有用树名 这个是在皇权时代在用的 我们台湾讲的是草根运动 什么叫接地器 如果在台湾社会 讲话出比 叫做草根现象化 看不起人嘛 那回到这个案子 2011年 韩国瑜在失业十多年的状态下 他敢去订一个 七千两百万的房子 那也照 叶元之讲 或者何庭欢讲 自己准备了 一千八百万的积蓄去 我们有个社会尝试 七千两百万是便宜还是贵 应该是很贵很贵 一千八百万的积蓄是很容易存到的 还是很难 应该很难 很难 所以你就不要在去年一直营造形象 我就是穷 我就跟你们一样 所以第一个 他的形象破灭是在装穷 至于蔡英文总统 那十八笔土地 四年前已经质疑过了 蔡英文处理的方式跟侯友仪很像 全部贴出来让你看 全部信托 那蔡英文从来没有隐藏他的家室 他的来源很清楚 那贾就在这七千两万破功之后 那还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特权 我要讲的 这个不叫通案 那一个社区无双 一百多户 最后借十三一出去 十几户而已 成情的人六户 那场协调会 而且是以韩国瑜 他们这三个人为主 进行协调 要求协调的人是 那位草女士 然后高美兰代表自己的老公 也代表韩国瑜 去参与这个协调 所以这里面有一些问题 台肥可不可以这样做 台肥需不需要这样做 刚才罗伟员讲的 那现在民众这几户 八十几户有问题 你要解决吗 当然要解决 但问题当时不是现象 根据台肥内部的 如果这是一个借贷 如果是借贷的话 只能借业务相关的 而且一年期为限 而且不能超过禁止的5% 而且要经过董事会同意 很明显 我们讲完嘛 所以台肥不是走这条路嘛 对 他不是借贷 好吧 那我们回到买卖的合约 请去看当时日升月恒 无双的买卖契约的第九条 叫做贷款约定的第三款 里面讲得很清楚 甲方 如果可以规则于甲方的话 甲方就是买屋子人 就是韩国瑜 如果可以规则于甲方的话 不好意思 那差人能要自己垫 其中特别用个夸壶 若因政府对投资者的限制 导致那个陈述不足 甲方应于30天内 缴交差额 或者最多的提量是 我让你分期 一定的期数 要经过同意 所以 如果哪怕是因为政府打房 7成的房贷变5成 你也不能借他钱 风险已经 已经写在合约 那个合约是签字的 你必须在一个月内 把差额补缴进来 而且这边讲得很清楚 你要去贷款 要看你的财力 薪资 常债能力 抵押品 连贷保证人 如果你因为这样子 贷不到约定的陈述 不好意思 甲方自行负责 那合约写好了 公司内部的借款 也有公司法的规定 买卖房子 有买卖房子的合约 所以当2014年 有一个条纹 那个条纹是什么呢 我通知你要来办 缴款 办过户 在期限内 如果你不来办 不好意思 要没收15%的罚金 就是1080万 对 要没收 而且已经通知你期限了 那个时候 韩国瑜他们就发个 纯正信函 说陈述带不到 台北那时候 根据合约 根据条纹 回了文 不行 你要缴 你不缴就要没收 这个时候协调出现了 我们都只看到 两个议员 三次的协调会 这里面不是只有协调 有些协调 根本没有正式开会 这个是有正式开会 还有小保官在场 台飞在场 还有那些通知书 还有那些纯正信函 而开会的时候 超级年主谈 高美男代表 然后谈出来的 谈谈谈 谈了几次之后 突然间 从要求你12月要缴款 要不然要没收 1080万 竟然可以拖到 隔年2015年的 4月份 变成不用缴回 不用追缴了 换我借你两层 这件有这么好的事情 这里面 不管从合约来看 从公司的治理来看 这里面有没有特权 一般人可不可以 这是第二个层次 那第三个层次 才是裁员的问题 其实我一直讲 韩国瑜就诚实讲 我们没那些有钱 我们对人把他给我的 解决 金流出来就好了 不讲 第一次出来讲 我们就是贷款 第一次讲贷款 后来何庭 又出来讲 没有 他们积蓄1800万 真不好意思 他们要财产申报的 他太太 李嘉芬在一年前 还是议员 财产申报 夫妻积蓄100多万 那隔年可以立刻 你1800万哪里来的 所以你倒不如诚实讲 中人把他借你 那中人把他刷备 他们家不是没钱的人 在云林也是响当当的大户 可是不讲 全部讲的内容都不起来 然后放业援资 一些人出来帮他说 然后自己不说 我坦白说 现在帮韩国瑜夫妇辩护的人 抱了一个很大的风险 人家买买家 有时候 老子买母就不知道 你们这些外人 怎么帮他解释这些钱 怎么来 当时签约 到底是李嘉芬叫高美兰 代替韩国瑜 李嘉芬用韩国瑜的名字买 还是韩国瑜 业原子讲的 韩国瑜 有跟他太太 两个人去看房子 两个人去谈判过 你越说越不对 当时两个去看 然后协调会说 两个都不见 有去看吗 所以整个台肥的问题是 你这个东西 有没有报董事会 有没有违反公司治理 有没有明明合约对你有利 你却图利特定对象 那不叫通案 一百多户 六户协调 十三户纯正信函 最后就是十三亿 少数人借到 那春来 我相信连蔡真元 都没借到这个钱 蔡真元说他不用 对 蔡真元他没有用到这个钱 我的意思是 我意思是 百多互的人 那个不叫通案 而是为了掩饰一个急转弯之后 多找一些人 树大电视美 所以这几件事情 牵到形象的假装 包装破了 有没有特权 看起来很不简单 第三个 你的裁员 三个没有清楚 至于板桥或任何其他房子 我基本的原则就是 李武栽调 买清清澈澈 一号白白 我们其实连讨论都不用讨论 好啊 哪里有问题就检讨 打断定语 这个国瑜豪宅与他的产地们呢 现在呢 国瑜的房子 现在不只是有内湖到南港 最新的讯息 带大家看一下 稍后来看完整的内容 黄光琴再度爆料 他说今年啊 其实韩国瑜 又冒出了一千两百万的房贷 他想问这是 南港豪宅之后 又有买新房吗 他要韩国瑜说清楚 光回来带您来看 黄光琴最新脸书 韩国瑜现在真的是 房子争议一个接一个 真的是劝韩国瑜 赶快跟夫人李嘉芬就学 蔡英文总统当年讲他的土地 或者是侯友宜讲他的 这个大群馆的争议的时候的方式 干脆自己出来开一个记者会啦 为什么你看 现在黄光琴又说了 韩国瑜跟李嘉芬 今年五月才产申报时 登陆了一笔 2019年二月才取得的 房贷一千两百万 那么之前我就质疑过了 是买新房 还是拿旧房去贷款呢 因为现在内湖的房子 因为南港投资而卖掉了嘛 所以他现在内湖没有房子 那南港的房子 七千两百万的豪宅 2015年没有交屋就已经脱手了 云林的比佛利住家 那么又是自己家里盖的房子 那你2019年选完之后 财产申报有四千五百多万 你又不缺钱的情况之下 那到底为什么要去贷这个一千两百万的房屋贷款 债务人李嘉芬 然后金额是一千两百万 时间是一百零八年二月十八号 理由是个人理财 我们知道对于韩国瑜来讲 我们现在来看最新的绿党民调 这个绿党民调其实里面呢 也有提到韩国瑜这个七千两百万 大家怎么认为 浩宇百分之四十八的人 认为这就是个炒房 可是刚刚罗伟有讲啊 庶民也是可以做房屋买卖啊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四十八的 那个刚好就是那个 蔡英文的支持度 不是啦 你看一下 韩国瑜的支持度在绿党民调是三十几% 就大概三十四三十五左右 这几周大概都在那个浮动 可是相信这支座只有二十八 我们有发现这个交叉表里面 有一大部分的国民党支持者是不相信的 连来营支持者都不相信是自住 你有去住过吗 你根本就没有去住过 怎么会是自住呢 所以大家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是炒房 可是国民党现在怎么安慰自己 你可以看一下韩粉的群族 我都有在里面 他们说蔡英文也炒房啊 蔡英文年轻的时候就炒房怎么样 他们是拿蔡英文的炒房 来把韩国瑜的炒房 来做一个合理化 但是并不代表说 他们真的有去解释这件事情 而且这个就是炒房 而且真正的 如果你去看一下 我们台湾的房价 在马英九执政的八年 就是罗委员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那房价涨得多离谱啊 多夸张啊 为什么年轻人买不起房子 你要不要去看数字 没有 房价涨最高 是从陈水扁时代开始涨 陈水扁时代开始起涨 但是马英九时代是 房价跟所得比差最多的嘛 因为马英九时代 所得没有上升 所以年轻人非常的辛苦嘛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说炒不炒房 国民党最没资格 谈什么炒房的议题 所以为什么去参加这个 什么无颗蝸牛拘束症 要被轰下台 就是因为没有资格说嘛 那我是觉得韩国瑜 很厉害的一个点 就是其实他超级会喷墨汁的 你去抓那个墨鱼啊 如果你要吃它 就喷墨汁就不见了 韩国瑜最厉害的一个招数 就是喷墨汁 每一次出现这种事情的时候 就喷墨汁 那昨天谁被喷到满蝸墨汁 是张善震 张善震很可怜 宣布当副总统的新闻 刚刚已经讲了嘛 不到七小时之后 就全部都不见了 你看今天还有张善震的新闻吗 政论节目有讨论张善震吗 没有人在讨论他 因为韩国瑜自己喷了一个墨汁 要跑走 那讲跑走的就是这个 七千两百万的议题 那他有两个 但他这样做有没有用呢 其实非常有用 其实这几天 你从网络声量的总量来看 其实他的新闻量 各方面 现在又占了大概七成以上 好不容易蔡总统在前阵子 一些正机牌 可以稍微被看见 可是现在我们大部分人 又花了大部分的时间 在讨论他的房子 在讨论他的一些 甚至我们刚刚一开始 在讨论性爱关键字 今天Google搜寻的冠军等等 这个其实是他一种策略 为什么要这样做 第一个是要转移 最近的这些讯息 就是这些讯息 他要把它转移掉 就是要让草房啊 南港宅啊 这些让他消失 他可能希望我们谈的 反而是性爱关键字 如果谈性爱关键字 金平梅的话 那就不会讨论到 这个所谓的南港宅了嘛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要把所有的新闻版面 跟网路声量占走 因为其实网路上的声量 跟新闻版面 它是有一个限制的 就是说一个新闻 一小时能够播的内容 是有限的 如果他把50分钟 都占成他的内容的话 那其他的候选人 包含宋楚瑜 包含蔡英文 他要谈政机 谈政见 没有了 没有这个版面了嘛 所以韩国瑜的策略是这样子 那另外就是说 其实以民调来说 他的讨厌度 刚刚姚老师有特别说 这个讨厌度的部分 在绿党的民调 这一周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没有做 做在数字上 但是我们有 私下做是多了3% 就是已经这么惨的状态之下 又多了3%的人 讨厌他 讨厌韩国瑜 那大概是哪些人呢 大概都是比较 庶民的一个形象的人 大概是比如说 国中学历啊 或者高职学历啊 然后年轻人的部分 也稍微有一点流失 所以这些人 他因为工作是 蓝领阶层的关系 他真的没有办法买 这个7200万的房子 任何人 包含我在内 包含东豪哥在内 我们天天来这边 到内湖来上通告 上一整天 可能上10年20年 恐怕也买不起 7200万的房子 所以这个是相对 剥夺感的问题 那这个是韩国 要去解释的 那最后我也要讲说 其实民进党 其实现在我觉得 比较好的策略 其实就是不断地谈政见 如果我们一直在 回应他的这些内容 包含现在一直在讨论的话 其实最后还是 让他更爽 因为其他政见都不用谈了 好就是议题被他拉得走 但问题就来了 我想问惠敏的是 包括光晴 现在继续的质疑 从他今年 所申报的财产当中 发现他又多了一笔房贷 真的 高雄选举不是 还有节余款吗 为什么还需要去借钱 这就是一个问题 其实刚刚讲 不管是说 他是不是有去借钱 或者是 罗远讲的应收暂缓 其实都会造成一个 最大其实一般的 尤其是年轻人 尤其是买不起房子的 这些 大家 这些民众们 最大的质疑是说 为什么他的关系 可以这么好 然后还有就是 他的炒房的结果 是造成 他自己个人炒一炒之后 其实造成那房价的 如果一个居高不下的话 会导致 年轻的朋友 更不容易去 去接近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可能性 那以高雄来讲的话 当然高雄的社会住宅 不是他这一届规划的 可是高雄社会住宅 目前只有16户 那你对于年轻人住的问题 其实是没有打算 要有大刀 扩斧的改变 你看着我的市长 一边就是 没有 希望明年选完就没了 就是 就是那个 看着这个市长 一方面在讲说 他是怎么样的辛苦 然后怎么样的痛苦 然后但一方面又看着 他不断的累积财富 那因为他其实老实说 就不要再骗管 他有没有住在里面 但是他的一个发跡的痕迹 就是一个摆明的是 在做一个投资客 他其实就是一个投资客 那投资客 或者是一个 比较投机客 他这个展现 不管是在房子上也好 其实也表现在 他的政治生活上 就他的政治 透过选举 也是你看他选举 就选一个赶快落跑 你看都还没有缴完贷款 他跟我们签了四年约 都还没有履行 才履行几个月以后 赶快先签解约 准备要解约 要去跳下一个 那这就是他个人的这种 其实我觉得他会丧失 不只是那种 我们觉得网路上的年轻人 是连那个苦干实干 高雄非常多 劳动阶级的年轻人 也会非常受不了 因为我们觉得是说 他就是在制造 这个台湾社会 很多无法有公平正义的 一个基本的一个环境 或者说这样的 基本准则的一个 蛮好的一个典范 这样的一个典范 所以他的票不只掉在 那个年轻人是讲说 我们刚刚讲说 可能是双北看网路的 其实他这个剥夺感 是在我们其实最是 劳工阶级的部分 是最清楚的 一般的中产阶级 你不要说想要去买个 七千两百万 一两千万的房子 都让大家觉得 背房贷望尘莫及的情况之下 从苹果民调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在三十到三十九 四十到四十九 这个所谓社会中间 真的没有办法去相信 这是庶民 不管我们现在要不要 回来讲说 庶民就不是有钱 那庶民可以买 七千两百万的房子吗 但现在被黄光琴又爆出说 刚选举完 你都还有四千多万的 选举结余款的时候 为什么要拿房子 去借一千两百万的房贷 而这个房子是 哪一间房子 如果内湖没了 南港也脱手了 那难道是云林的 维都 另外那个比佛丽山庄吗 那若是如此的话 那为什么要去借钱 这个钱又是要投资 在什么地方 需不需要让大家知道一下 休息一下 国家回来更多讨论 现在台肥的上司长官 就是农委会跟金管会 宪令台肥要提出报告 而最新的讯息告诉大家 那么就是检调 现在也会针对 台肥为什么借款出现了 急转弯 北检要进行分案调查 丁云你怎么来看这个发展 本来就该这样发展 台肥在这件事情上是一个要角 当年的台肥 不管是中隆级或者李复兴 为什么在合约上你不用让 你根本不用让 再说太多人 没有啊 一百多户多数没问题 所以你叫谨守合约 谨守公司法 谨守公司治理 就没问题 没有问题 而且你回的纯正性 还是不能借 那后来为什么转弯 我个人觉得不是因为那三场协调会 那三场协调会是小菜一叠 还有没有别的压力 这个当然就需要有公权力的检查 去查 因为这个是明显的图例 你的变更合约 对不起你的 我们讲stakeholders 你的那些台肥是一个上市公司 你的利害关系人 怎么可以容许你做减损公司利益的事情 所以北检开始调查是对的 可是我们刚刚听 看到光奇典丢出来这个 我就觉得 你知道 你觉得什么 看到了什么 帮韩国瑜辩护家产的事情 是人心当中最大的风险 我亲眼看到追踪器的人 现在眼睛不知道放在哪里 那现在这个也是一样 刚在解释那一个 突然间跑出一个 今年喔 对 2019年2月18号 去贷款 房屋贷款1200万 那这里面就产生两个命题 第一个他们有没有缺钱 你知道他财产申报4500万 比他上一次财产申报 多了4300万 对 他的那个选票呢 补助款是2677万 承诺要全部捐出来 就只捐了110万就停了 对 实质放在自己的账户里面是 2567万 OK 这个钱是你选票 一票30块的 是你的 对 你承诺要不要捐 那是他的事情 也就是我手头的 现金有4500万 我要去借1200万 那这样加起来就是 那你手上资金就超过5800了 那我现在讲的是 这里面这1200万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是 我缺钱 拿我现有的不动产 去抵押 我们讲二胎 借责出来 那可你不缺钱嘛 我们刚才看到他数据嘛 你答应捐不捐款 那你的财富已经到4500万了啦 比你当年买7200的时候 还要多钱的时候 对 黄文就问了 是不是买新房子 对 那就另外一个可能 会产生贷款 我纵使存款 我干嘛全部押在贷款上面 能滴滴借我就借啊 对啊 所以2019年的2月 用李嘉芬的名义 可见是他是借款人 是不是新购宅 买在哪里 那如果你贷款了1200万 再加上你自己提拨的钱 看你就准备三成款 五成款 买在哪里就决定那个评数 这又跑出一笔来 我相信前两天帮他 买了然后还没有 可以登记上去表示 一定又是预售屋了 财产申报 我们到年底才会再申报一次 你懂吗 他在那时候买 上一次财产申报 是韩国瑜当选 12月25号就任 那是第一次 对 下一次申报是 现在年底 年底是要申报 那他在这个中间 二月份 带了1200万的房贷 这是什么房贷 我觉得不要再叫旁边的 加成出来讲了 你啥说是不对 这到底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 那你现在总是 现任的高雄市长 这应该可以检验的东西 好 三位 我是觉得是这样 敢在财产申报里面申报 一定是见得了人的 那你财产申报了以后 监察院也会查 假如有任何疑问的话 监察院一定会叫你去说明 那假如说你申报不实 或是你有什么不法 监察院都查就划了 我是觉得是这样 光景是没有说见不得了 我们没有商铺罚了 对啊 现在就说你随便 我认识他不是庶民 我是觉得是这样 就随便找个东西 就说哎呀你要来解释 我也可以讲说 哎呀那个我们王定义议员 你不知道他了人家多好钱 那你这样讲我可以告你 对对 我说我随便讲 你这样两档告你 不用第二句话 我马上就告 我说我随便讲 他那个是财产申报 本来就可以解释的东西 我是说那你要解释 你不能弄了什么 你不能解释我就直接告 因为没有这个事 你弄了什么东西 你那一笔不对 我是说他有这一千两百万的贷款 依法要申报 那你就解释是什么就好了 他已经申报了 他已经在他财产里面申报了 那有什么问题的话 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监察院自然就会查 好来那东大哥 你怎么来看光秦 你要说明 你要解释 累累还在讲 我怎么讲 我自己这样太那个 太over了 这个事情不复杂 就因为财产申报 你一定是用一个原来的房子 然后去借了一千两百万出来 他的理由就要理财 那我这一千两百万 我做什么的 也是要申报 对啊 他会申报 我这个是 我买房子 投资股票 还是我就放在银行生利息 一般来讲不会来 因为借款的利率会比较高 对 他本来就要申报 他不会很难 但是千千万万 不要又拿去买预售屋 因为预售屋没有过户 我不晓得这个到时候申报的时候 预售屋还没 过户也不会 不可能借钱 也不能借钱 我用旧房子 就旧房子 去借这笔钱去买一个预售屋的话 那预售屋他也会在他的钱里 这个也要揭露 对 他也是要申报 那现在就是因为光秦 勾勒出说 今年二月的这个申报 这一千两百万 你只有一个很单纯的个人理财 你如果要 我还是那么简单一个立场 就是说 如果你在乎那十几%未表态的 你就一次讲完 不要让人家怀疑你 因为现在时间有限 大家都来抢票 我想大家都是要选赢 没有人家要选输 没人家说我选赢要选输的 你如果要选输 你就可以不要理我们 我就不解释 但是我如果想要赢 我想要争取那些 剩下十几二十%的人的心 我就是要让这十几二十%的人 愿意相信我韩国瑜 那我就一次把它讲完 就你不用猜 就你不要让大家去猜 李嘉峰在干嘛 你借这一千两百万要干嘛 你不要让大家去猜 因为你现在是落后的人 所以你更要让人家相信你 信任是一件太重要太重要的事情 记住这一点 黄光秦之一 韩国瑜的财产申报 现在有个一千两百万的房贷 但是回到南港案 现在检调要开始深入分案来查 我想问仁俊你怎么看 当然这个韩家看起来有他们这个 在购买房屋上面 看应该是没有什么阶段 就是一个买一个这样子 那到底他的真正用途是不是 诚如说他自己申报的 或者是他其实这个钱带出来 只有其他的用途 这个我讲实话 在合法的范围里面或在怎样 我觉得外人也很难去过去计算 所以当黄光秦现在看起来 他是用比对他财产申报的方式 然后呢去讲说 不对哦 你的财产申报上面有一笔这个房屋的贷款 那那个这个主要的人上面登记也是李嘉芬 那有一千两百万 然后是由某银行来乘坐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看韩国医政 因为他自己有讲过说 对于这些东西 他觉得他都已经讲清楚了 他不愿意不会再随大家一起起舞 一直到昨天叶元支突然跑出一个板桥的时候 大家觉得奇怪 你怎么没事情自己又挤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议题 当然对很多很多关心的人来讲 我觉得大家更关心的就是说 拥有权利的人 他是不是可以有很多的方式 或者不同的管道 可以拿得到其他人 他没有拿到的这件事 所以我一直记得就是说 韩国瑜的这个发言人 这个何庭官他强调说 平民 什么叫做平民 就是没有特权的人 但是现在看起来 这个你买房子是一回事 但是你在买房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不当的力量介入 或者是导致你可能